喜敏 你是 我是魔術師 魔... 所以你是演藝圈的人嗎 魔術師不算吧 可是會上節目的魔術師嗎 會... 所以你上的是哪些節目 有台的鑽石夜總會 類似那種我表演才藝的 我不會安排魔術師跟別人相親 太詭異了 而且萬一他當場就表演魔術 不是很令人冒汗嗎 然後表演得很爛就令人冒汗 就是萬一他拿出一朵玫瑰花什麼 表演出嫌棄的表情 我覺得立凡跟葛璋可以請問一下 所以你有在排斥女明星這件事嗎 一開始的時候會有點擔心 但是看到我的學長李靖良醫師 跟胡明禎 胡曉禎兩者 李靖良是你學長 是 看到他們經驗診所經營的有聲有色 就會覺得 其實好像也是還不錯 你是不是有想說 如果跟一個女明星交往 也可以順便幫你的診所 達大知名度 當然是有什麼想過啦 但是還是 你們都好誠實喔 你們都好誠實喔 你有沒有想說找一個 沒有很漂亮的女明星交往 然後把她整到是漂亮的 這挑戰不錯 我有想過小甜甜 比較 所以你是多麼鬼斧神功啊 你要把小甜甜 但我後來想到小甜甜 可能要找給魔術師比較有辦法 她瘦了是有變漂亮嗎 對 其實她其實本人還滿漂亮的 這句話我就不想解釋了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的朋友說 我認識一個女明星 那她最近也有興趣認識一些圈外人 是 那我們安排你們吃飯 你們會說好 我有吃過這樣的飯局 跟女明星 是… 誰啊 你們不要… 原來你跟我們一起會問誰啊好不好 我整個寫起來 最後一次給她的答案 結果那個怎麼樣 那次會面怎麼樣 就的確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一個 但是後來不了了之這樣子 她工作型態跟我工作型態都很忙 你有動心是不是 有動心 的確有動心 不是 她根本沒有原則 她只要是個女明星 能夠幫她診所發來生意就 沒有… 康哥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還在大預言訓練的時候 這個就是楊彩琴剛才講的 工作型態有問題 就是講好了晚上吃飯 然後你就不能去 承諾 承諾 可是如果是她 然後她跟你交往 她人也很好 但是你要幫她免費 當整形的代言人 這樣可以嗎 不行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 如果 我覺得我們會喜歡的人 對不對 應該是單純就是喜歡 而不是有任何 不要牽涉到任何實際的 如果後面是自己想幫忙的一些事情 那是我們自己選的 另外的事情 她們開始的時候都會裝成很單純 然後後來慢慢就會 因為妳 就那個樣子 沒有 因為她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妳就會想幫她 所以就會變成那樣子 所以她可能就蓋房子 然後她沒有要麻煩妳 可是後來妳就想說 那我就幫妳代言就這樣 所以也不一定是一開始的時候 抱著這種心情 要看人 我覺得還是要看人 還是要相處然後看人 是 我跟妳講 就是主持人是時間比較穩定的 是 主持人說幾點下班 差不多對幾點下班 人緣不一定 你是要推薦小燕姐嗎 我可以問她的意思怎麼樣 因為你手上認識的 不就是小燕姐而已 主持人很多嘛 蝴蝶也是主持人啊 對不對 蝴蝶時間穩定嘛 是不是 她時間也很不穩定 為什麼 因為她有很多活動要好 你是不是想要占有蝴蝶 沒有啦 她是 那你會願意把她介紹給格章嗎 我覺得蝴蝶應該不會喜歡 這個類型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因為蝴蝶就是... 對啊 你知道 她喜歡肌肉男 格章有沒有 剛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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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凡 那對你來講 女明星的工作時間不穩定 也沒有關係吧 我覺得有關係耶 尤其是女演員可能會比較難 就像看好哥這樣 女演員 你這樣很了不起演藝圈 對不對 因為演員一出外景什麼 然後隨便騙一下說 今天拍戲延遲 然後可能就半夜就不回家了 然後誰知道她在幹嘛 你會講這種話就代表 她有跟女演員交往過 誰啊 誰啊 不過她的說法聽過 因為... 韓彩妮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 我聽過一個說法 她們說她們最不放心女演員 是因為女演員為了敬業的關係 每拍一部電影 都得把自己放到那個情境裡面去錄 然後男朋友很難接受 她們在那段時間裡面 好像在跟別人談戀愛的樣子 雖然後來會回來 可是那三個月就會心情很不好 這是... 你有料到這會是一個問題嗎 這個是信任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如果那個男生說 你可不可以先暫停演藝失業 你就會立刻跟她說不嗎 我覺得要看是... 其實我覺得你們問任何東西 都是要看當時候 我們有多喜歡那個人 對不對 如果妳太喜歡他就可以 妳很喜歡他的話 妳可能不想讓他難過 或者自己... 妳會很自然 兩個人喜歡對方的話 妳會... 可能有一些東西 妳會比較注意 或者盡量去互相配合吧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那個對方 真的愛她的話 她應該要尊重她的工作 我覺得是這樣 沒有 有的時候男生... 她就吃醋啊 所以她肯定會規定 楊彩瑩說 以後只可以拍武俠片 然後不能夠接吻 如果告訴妳是小開 妳就會打退堂鼓嗎 我覺得就順其自然遇到 如果有遇到 我不會管是誰是誰 可是剛才聽她這樣講完話 她就一定會被妳打槍是不是 因為現在這種場合認識很奇怪 妳這樣問我 我就比較不知道怎麼會打 可是她的言談 難道不會讓妳覺得有一點卻步嗎 就是好像是對女明星很了解 見過很多世面 對啊 有時候也不見得是完全不好 你知道嗎 因為表示她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完全不好 不一定 對 所以覺得今天這場合太怪異 要不然的話 私下認得 就說不定可以再多了解她一點 是什麼狀況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沒有要約妳的姐妹 不要緊張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 吉米應該沒有這一類的機會 沒有…完全沒有 妳跟女生約會的時候 真的會變魔術嗎 其實很少耶 其實除了工作之外 其實我不大會變魔術的女生看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用魔術把 沒什麼的 所以妳在家裡看到小鐘 她終於是把耳朵變大這件事情 沒有 妳有 魔術圈 也沒有在流行 耳朵越來越大這件事情 好 那巧克呢 妳 如果有人安排的話 她恐怕得跟搖滾掛的人 那個是不是 請問飛哥是妳的客戶嗎 是我朋友的客戶 就是那個圈圈圈 對 OK 我問妳 如果女明星收入很高 會對妳來講是一個壓力嗎 多少會吧 因為像許如芸出這個專輯 就要她自己當老闆 我們有講錯吧 對… 她自己當老闆 沒錯…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 這就是一個女老闆嗎 是 還好啦 不算很大的問題 就可以克服 只是怕就是 可能狗仔 可能媒體什麼 下去他們會去 對 狗仔拍到 狗仔拍到你 應該是 狗仔比較困惑 不是你比較困惑 對… 不會啦… 你有在怕狗仔拍到喔 有 我平常很低調 你低調嗎 對 我覺得你看起來像 準備好要被拍的樣子 對 不是 拍到不是對你的機車生意 也有幫助嗎 剛剛那就是罵人嗎 所以經濟上不是一個問題 格章雖然你是個整形醫師 可是恐怕收入也 不一定比得過很多女明星耶 應該是比不過很多女明星 這對你來講是個問題嗎 其實不會耶 對 因為如果將來長遠計畫 共組家庭的話 家庭開銷可以一起分擔也不錯 對 所以我預料的事情不一定成立 就是你們很有錢這件事 對他們來講不一定是問題 然後被拍到有的人是有的人不是 然後工作時間不穩定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還算真誠 因為是很討厭啊 因為約會老師最後碰不到一起 就很可怕 對 當朋友其實也是要 有時候我們要改時間 就算是女性的朋友也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我覺得他們剛剛也是 我們都會覺得私隱我們想 就是有的保護 保護更何況圈外人 是 對 只是供你們參考一下 沒有要撮合你們任何人 我們再明白我們自己 我們再給他明白 好 那恭喜許雲雲出新專輯 最後我們要請她為我們唱一首新的交代 恭喜你們 謝謝 却能看见你 这是一个心中秘密 统统在爱你 你却不知道 有人在想你 总在你明白你深情 我还是清醒 什么时候我才可以 进入你的心 好想对你说 我正在想你 也许在你的心中 早就已经有人进去 或许你不曾经受 真正的爱真正的情 遗忘把过去的事 不要再怀疑 我仿佛可以听见 你的心疼你的声音 不要只有在梦中 才能看你 才能靠近 我可以慢慢的断 只要你遇去 好厉害哦 很有味道啊 恭喜你 许如荫 希望你的新生意成功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